黑豬肉 它刺水 你看 这可能也是海葵的一种 海葵的品种特别多 这底下看一下什么呀 哇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 海蝗牛 海蝗牛 这什么呀 肉滑滑溜溜的 里面好像还有硬硬的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在我手上 还在往前爬哦 我也没见过这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还有一个硬硬的 它的肉是滑滑的 什么东西呀 你没吃过 你没见过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呀 咱们还是先放了吧 这东西砖砂真厉害 这就进去了 躲沙里面去了 这里有个虎膊 下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 哎呀这个壳 哦看一下 哦西施舌 好久没见到西施舌了 这种西施舌的壳 特别的漂亮 是紫色的 它的味道特别的鲜美 就跟西施的舌头味道一样 很美味 看它在爬 叮叮 缩了 让大家看一看 我要捉了 我要捉你了 小家伙 嗯 这边看一下是个什么 哇又是一个这个什么东西 这里还不少呀 这是 尼罗吧 也不像尼罗 尼罗这个肉 跟这个颜色还不一样 而且这个东西 一点壳也没有 就只有肉 不知道到底叫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小小的 这大晚上吃了饭出来溜弯吗 哎 这个小的不要你了 这个 这个什么呀 哇 七施舌 又一个七施舌 好漂亮啊 你看 哇 这个壳特别的美 第二个七施舌了 哎 我捉住一条小鱼 一条小鱼游得特别快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吧 死了 不可能吧 你看特别漂亮 哎 好 你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你走吧那么快 哇 这边这个天鹅蛋怎么 露出来了 啊 你看他这个 肉 这可能这样吸水的 啊 这里还有个 鸡巨蟹啊 他俩在这里干嘛呢 哇 这个肉 看到没有 啊 合起来了 舌头伸进去了 那边那些古包都扣完了 我们这边这个排水口 再看一看 哇 那边有鱼哎 好多小鱼在吃它 看这么多小鱼 都在 是在吃它的肉吗 哇 这个鱼应该是死了 我看看什么鱼啊 啊 是死了 我看看别的小鱼还在吃它 哇 这个鱼的翅膀好漂亮 看一下 哇 看这个鱼的翅膀好漂亮呀 这个鱼我们这边叫红头鱼 凹汤特别好吃 然后 也有取名叫红袖鞋的 因为它的这个鱼是红色的 我看看这个鱼还行不行 稍微有点时间了 不过这个鱼特别漂亮 我还第一次捡到这个鱼呢 好可惜呀 咱不要了吧 我看前面那边好像还有一只鱼 这条应该也是个鱼 都是肚皮朝上的呀 哎呀 好可惜呀 这条还大 你看这个鱼 其实它活着的时候很漂亮的哦 这种鱼 我把翅膀打开 让大家看一下 这条还大 哎呀 看一下 漂不漂亮 好漂亮吧 你看它这个翅膀跟蝴蝶一样 我喜欢挑一些那种花纹比较漂亮的 它这种纹路比较好看 但是它有点小 它这种大一点的上面有一些这种 我感觉不是很好看 那这种就很好看 对吧 这种还有变色 我觉得这种就挺好看的 但它们个头都不是很大 要挑一些又好看又大一些的吧 加上鯝肉 但是口缩 我打狹毛 我打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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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羊 先打磨了 泥沸沙 用小的就很完整 小的完整的多 所以说相对就小一点它比较多 我看这里有一条死鱼 看一下 这种是织鱼吧 都死挺了 硬了都 放这吧 看我今天给粉丝捡了这么多海螺壳 冲一冲再带回家吧 冲走了耶 放在上面吧 放在上面 哇 这是我一个一个辛辛苦苦捡来的 别走呀 我走了好几个呀 我把这几个捡回来 如果有5个人 过来就沿着 一切都可以沿着 它就沿着 引河水 可它就沿着 水 很很多 涮汁 沿着水 水 涮汁 和水 沿着水 刚刚出来的时候,听了一个小朋友说这里原来是海螺的养殖场 原来那里就是被围起来的,现在没人管了 所以说海螺壳特别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海螺壳大大小小,反正就是这样的 没有说那种特别大的 有时候也担心寄给大家到手了,然后有失望 你们以为很大,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种大是有多大 反正这样大家一般都能看出来,在我手上这种大小 原来这些海螺壳就是剪着玩 现在要剪这么多,还挺辛苦的 但是大家要是受到很开心的话,就值得了 很多地方没有海,这些海螺壳里面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也挺好的 这个先简单的涮一下,把这些泥涮下去 回家还得刷好几遍 用那种鞋刷,好好刷一刷 刷完以后还要晒出来 刷到我手都酸了,好多呀 大家现在都有份了 诶,这里有个小蛤蜊 这种是小蚊蛤,好小啊 还没长大,蚊蛤长大挺大的 买里面再长一长 哇,我有个发现,看 这是个,不是个壳吧 哇,天鹅带 哇,里面是有肉的,看一下 哇,这个肉是透明的,特别漂亮 这个壳里面是紫色的,特别漂亮 这个壳可以送给大家 喜欢的可以跟我用 这个比上次剪的那个要小一点 不过也可以啊,这个肉很肥的 诶,我发现前面好像又一个 又有,新发现了 这又是一个吧 哇,果然 这个,哦,这个还不如这个大呢 这个稍微小一点 不过也行哦 这个重量似的就挺肥的 哇,都是活的